未来哪里会诞生十倍股 大家好,我是老顶 就在昨晚最关键的美联储的会议结束了 不加息 结果还挺好的 我们大概还能有个一年半的豪光景 现在的市场非常分化 想买股票你发现整个市场是冰火两冲天 一些股票已经涨到了天上 还有一些板块因为各种因素已经跌到了地底下 比如地产,实体零售,教育 所以最近我认为是学习和研究最好的时期 我们通过历史周期的角度 去找出来未来可能会出十倍股的地方 我不会直接给你推个股 那就违规了 但是你从我给你的信息里面自己去找 另外,我说一句 今天的一切都不过是历史的重现 我们说十倍 那十倍的因素有哪一些呢 三点 买入时机 买卖标的和卖出时机 如果我们去找好公司 其实是很容易的 市场上哪些好公司 哪些是垃圾 大家都一目了然 但是能让我们赚十倍的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有买入的时机 买入时机这个咱们稍后再说 我们都喜欢先研究标的资产 那咱们就先说标的资产 行业板块的选择 首先标的的选择上 关注行业板块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每次股价上涨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一个板块 一个板块涨起来的 很难出现说 同一个板块里出现了一个暴涨 一个暴跌 而且我们去选择标的 一个板块就选择前三名就好了 基本上出现这种超级涨幅的都是前三名 为什么不是完全的第一名呢 因为往往第一名是哪里都好 整个市场也知道 所以它的初始价格往往就会比较高 比如今天的苹果公司 两万亿的市值 它要是涨了十倍 那是要上二十万亿的 但是老二老三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有时候老二老三一个技术突破了 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客户到手了 他就会立马翻过来成为行业第一 这时候如果一个只有几百上千亿的公司 翻个十倍就会容易多了 关于行业这一点 我的第一个思路是 未来什么产品会更加被需要 那么哪个公司就会是最值钱的 首先第一个 酒行业要不要卖 关于被需要我们看什么 最主要就是看人民需要什么 不管是国家政策还是企业创新 其实都是根据人民的需求来走的 所以大家去看数据的时候 先去看每一个行业的增速 是最关键的 大家今天都很热衷于去购买酒行业的消费股 我给大家读一组数据 2019年我国酒行业累计完成营收 8350.7亿元 同比增长6.8% 也就是说这个行业整体在未来的增速 和咱们国家在疫情之前的GDP增速差不多 咱们的GDP都能达到6%以上 然后你再看这个企业的龙头 茅台最新的营收增速达到10.93% 净利润增速6.57% 这么低的增速 但是现在这个行业龙头却匹配着近50倍的市盈率 所以你说它会在未来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呢 如果你是很早进场这个行业的投资者 那么因为你成本低 所以即使拿分红你也会拿到不少 但是如果今天你还有新建仓 可能就不是很理性了 所以我把这个归为一场不理性的金融现象 我们要做一场10倍回报的长期时间的投资 所以对于已经长得很高的 奇高的金融现象 我会是回避的 但是市场有时候也有与我观点相反的 有人说中国的老龄化要来了 今天很多人不喝白酒 是因为年纪还没到 所以这就是现在要去炒作的原因 对于这类我的看法是 当金融现象发生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的 支撑金融现象的只有情绪 所有的理由都不过是情绪之下创造出来的理由 二 消费股难道就没有标的了吗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想问 如果白酒都不行 难道消费股就不会出现10倍股了吗 并不是的 消费股在A股当中 大家最主要关注的是两类 第一类是耐用消费品 像是彩电冰箱洗衣机这类的家电 第二类是快销类的消费品 就是咱们说的啤酒 饮料 喝牛奶 这里面有什么公司你们都知道 现在价格也不高 如果他们能够维持今天的营收和利润增速 那么基本上两三年的时间 他们的营收就会翻一倍 那如果再往后呢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 关于耐用消费品 很多都是跟着房地产的周期走的 这个逻辑其实也对 卖出去一套房子 就等于卖出去了一套软装硬装家电等东西吗 但是我想说 如果现在回到10年以前 你会去买苹果的股票吗 那时候每个人都有手机了 没过几年 全国人民也都有了智能手机了 但是你看今天呢 大家都不只有一台手机 而且手机还在不断的迭代 我认为未来会是IoT的时代 既然我这么看 那么对于今天所有跟IoT相关的公司 我就会去逐个研究 我相信那些厉害的公司会一直厉害 其实关于这一点 你也不用太费劲 你就去想 如果将来你有钱了 你去配置你们家的各类家电套装的时候 你会在每个设备上选择什么 那其实就是品牌 这里我要提醒一点 投资 另外关于快销品类的 这一般的增速都比较稳定 很难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所以你去找现在一些行业 那些很多人都会吃会喝的东西是什么 这几个公司当中 既有品牌 而且增速还不错的是什么 这里给大家一个参考案例 可口可乐到了今天 还是巴菲特老爷子的重点吃藏 但是可口可乐现在的营收增速只有4.87%了 如果我们去看可口可乐的股价图 会发现可口可乐在1998年到2014年 一直处在横盘的状态 这就是消费股会有的风险和回报 不管是快销品还是耐用消费品 它们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 坏处也是稳定 所以针对这类公司 由于标的资产的确定性高 那么买进的时间点就极其重要 这点咱们稍后说 现在我说我看好的下一个行业板块 还是那个思路 未来什么产品会更加被需要呢 那么哪个公司就会是最值钱的 这时候我们去思考 未来会是什么时代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世纪 1960年代的时候 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主要都是汽车和能源类 因为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是汽车和能源这两个产业 推动了社会发展 所以在这个期间 只要是买汽车能源这类的股票 就都能很赚钱 后来行业饱和了 这类的股票也就落下去了 1990年的时候 市值前十大的公司 主要都是金融公司 银行股是最牛的 到了2000年 市值前十大公司 开始是一些硬件公司 比如斯科 其实第一名是微软 那是因为它做的是硬件上的操作系统 有硬件必有操作系统 到了现在 2021年 你看全球的前十大市值公司 开始变成了软件公司 微软 苹果 亚马逊 谷歌 脸书 阿里巴巴 腾讯 都是这些 所以 未来又会是什么呢 我想有人会说是新能源时代 高端硬件时代 5G时代 其实都对 但是我选择压注 AI时代 当未来我们进入AI时代的时候 硬件就是我们说的物联网 技术上最重要就是算法 其实说到底还是需求 算法再厉害 也需要能够有更好的满足未来的需求 这时候这个需求 从今天来看 未来的空间还是很大 那么才是我们要选择的真正标的 所以 从我的角度看 当未来社会到来的时候 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需求 相比于现在 你说再往上增长 还会增长多少呢 增长是一定的 因为人们对于美好的生活 我总是有追求的 但是增速相比服务业 一定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 我现在也会关注一些服务行业 我们今天去看很多服务行业 不论是视频产业 游戏产业 还是这些其他的C端 常用的线上服务业 其实绝对值的股价都已经很高了 中国网民现在有10个亿 但是某个游戏软件的用户日活 就达到了1个亿 所以 你要知道 如果你去买游戏行业的公司 你买的是什么 其实是用户的持续增长 加上用户客单价的增长 而视频行业 目前看 国外一个奈飞 国内还没有完全跑出来的超级龙头 十几年了 大家都还处于竞争的时代 所以 如果去买这个领域的公司 其实买的是它未来的成长空间 当我们去长期看一只股的时候 关注天花板 非常重要 到了这儿 我们把刚才的一系列做个总结 一 关于十倍股 其实决定十倍的因素 主要看三个 买入时机 买卖标的和卖出时机 二 在选择买卖的时候 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行业板块 这是未来最重要的大事之一 三 在一个板块里 从风险和回报上看 买卖是尽量选择前三名 不仅仅是第一名 也不是排到了边缘的小公司 四 关于十倍股 根本逻辑是 未来什么产品会更加的被需要 那么哪个公司就会是最值钱的 五 九 行业增速缓慢 现在看就是个金融现象 至于这种金融现象 你是否要参与 取决于你个人 六 消费股现在有很多的龙头股 价格都不高 未来如果进入了IoT的时代 耐用消费品会再次起飞 快销品类的公司确定性高 就是一个词 稳定 七 我相信未来会是AI的时代 那么除了硬件的IoT 软件上 服务行业的发展空间会更大 也是我最看好的行业 如果你要研究行业 这个领域会是不错的切入点 我们在谈十倍股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在考虑 十倍股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未来十倍股的底层逻辑 其实就是信仰 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 人们认为未来什么会好 那么他们现在就会去买进什么 当大家都买进了之后 这个资产一旦涨起来 大家就会更加强化这种预期 然后就会更加的被爆炒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 是什么东西支撑起来的这种预期和信仰 那就是未来基本面 基本面其实就是社会效率 什么东西其实是服务于人的 人追求的都是美好 所以我所说的社会效率 并不是大家常规理解的社会效率 而是能够让人变得更美好 让整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公司 基本面三个字很重要 未来更重要 这是金融市场的规律 确定性很高的东西 资本市场反倒很能给出高股值 然后不仅我们老百姓追求这种美好 其实国家政策 企业发展 也都是顺应这个底层逻辑的 就是社会效率 这种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说企业都无法逆转的 政策只会强化趋势 并不会改变趋势 当我们去买了一家公司的时候 我们既然说是10倍股 那其实我们赚的是股价上涨的钱 而不是企业分红的钱 所以我并不否认确定性很高的消费股的逻辑 只是在我看来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的资金量很大 要确定性高一些 那么你的10倍就会来得久一点 你的资金量不多 主要想要在未来的增长空间更大 那么你就会去顺应未来 就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去寻找那些公司 关于未来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很多人都会关心 人口老龄化的投资机会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产业有很多 但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产业 就是医药 人老了会生什么病 这些大多数都是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你去顺着这个思路去找 这就是我关于10倍股 标的资产选择的一些逻辑 关于买卖时间 我们要特别关注大盘的大事 但是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话题范畴 也就不多说什么 刚才说的这些标的 你会发现 这些公司有的股价已经很高了 有的贴在了地板上 或者有的在半山腰 我在长期投资这一点 是不会在一个资产已经飞了很久之后 还追高买进的 那个时候进入 你买的就不是什么长线 你是在炒作 如果炒作 那你就只要按照炒作的逻辑就好了 千万不要用你的长期逻辑 去进行短期的买卖 所以这时候 你有这期中看上了的标的 一定要等跌下来之后再买 这时候给大家一个公式 我看财报非常关注一家公司的流动资金 和流动资金减去总负债之后的超级经济资产 如果一家公司的市值是这家公司的超级经济资产的5倍以内 就是我准备进场的时候 另外这里吐槽一句 越是好公司 财报其实越简单 有个公司的财报弄得特复杂 对于这种公司 我就一刀切 当它是垃圾 朋友们 我再提醒一句 选择投资标的 不要被一个市场限制住了 你一定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 现在是2021年6月中旬 如果你这时候用这些逻辑 去重仓去买A股 我很难评说 至少我不是这么做的 这个市场出一个10倍股 比其他市场难多了 一个猎手在设计之前 他们要做到眼睛 准星 拔心 三点一线 才能做到很好的命中目标 你投资也是这样 你一定要先了解 你自己是哪种人 索罗斯和巴菲特 风格其实都很不一样 但是两个都能成 但是如果你飘忽不定 就一定会输 不要用你学到的巴菲特的眼光 去做索罗斯式的操作 你的眼光 逻辑 行为 也一定要三点一线 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 好的资本市场的猎手 所以 我刚才说的一切 未必完全适合你 你也可以不认同 其实我们只是在用 不同的方法去打猎 该说的都差不多都说了 不该说的 也说了一对 我是老丁 朋友们 下期见